大家好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我是童文勳 我們繼續來談 台灣必須重新開國這個議題 我會把這個議題走完 走完大概10個到11個章節 就是我要寫書的一個大綱 我會在節目中跟大家走完 那之後有很多的議題 點到為止的議題呢 我們會陸陸續續找更多的專家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細節上面應該可以怎麼執行 那你要必須要有遠大的夢想 才有辦法完成這些艱鉅的任務 那其實這些問題很難嗎 其實說難也不難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談過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到最後沒有執行 因為很多人拿到執政權之後就迷失了 所以就陷入一個空談 不敢行動 用各種藉口 不行動 因為跟他的利益相違背 所以周儲除三害 永遠把別人當作是禍害 可是就沒有看到自己已經成為禍害 已經成為你當時要推翻的那個對象 好所以我們這幾天大家很關注的就是 美國對於一中原則這個立場改變了 那這個改變呢 台灣其實應該要向前邁進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政府 不管是藍綠 更不要期待什麼白啊 沒有人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美國立場已經轉變了 我們仍然不會向前推進 你絕對不要迷信說民進黨會在這件事情上面推進 他不敢 因為現在執政的人是蔡英文 而蔡英文正在努力的 把下一屆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那往他所要的方向去推進 這個是很多人都看出端倪了 但我們等到這個跡象越來越明顯的時候 我們再來談這件事情 好 所以有很多人在破壞未來的時候 在規劃未來的時候 他從來不是為了台灣立業要著想的 我們今天走到從二戰終結 終戰之後走到今天 台灣到底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那天跟佛倫社的朋友 一起去迪化街走一圈 那有老師來導覽 那在其中一個 就是台灣的過去有很多的戲劇服裝 那是拍完電影之後這個服裝哪裡去了呢 他會變成是一個很大的累贅 那所以他在迪化街就有一家店 就是你可以去租這個服裝 然後穿這個戲服可以拍照 所以他收很便宜的一個費用 你可以穿這個戲服 然後還可以幫你Settle你的這個頭髮 或是帶一些道具 男生女生的戲服都有嘛 那我在那個地方 我在聽老師在導覽的時候 我就看到天馬茶房的劇照 那後來我要去找天馬茶房的劇照 很多人講到天馬茶房的時候 就用這個陳淑芳的這個相片 他演那個在賣菸的那個女士 但是很少人用到這張劇照 我們請導播進來這張相片 這張相片是我在現場拍的 因為我後來在網路上面 我沒有找到這個劇照 就是他演出一個台灣人的 一個吊詭的一個時代的悲劇 一個荒謬劇 這什麼荒謬劇呢 就是台灣人在1945年 明明就是戰敗國 因為他是被日本統治的殖民地 而且還參戰了 對不對 在二戰的時候台灣參戰了 而且台灣參戰的這個角度 是軸心國啊 他不是盟軍啊 他是軸心國啊 他是日德對不對 這個聯盟啊 所以在這個二戰結束之後 其實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戰敗國啊 那戰敗國頭滴滴嘛 你是戰敗國啊 可不是耶 在天馬茶房所演的228的時間 是1947年 就在中戰不到兩年的時間 就發生了228事件 那那個時候台灣載歌載舞 在慶祝什麼呢 慶祝我們是勝利國 慶祝我們台灣光復 這是非常的反諷 非常的諷刺 我們從今天已經時隔70年的時間 60幾年快70年的時間 你來看這件事情 到今天為止 台灣還沒有跨過這個坎 這個問題還遺留著 而且我們的語言的這個問題 你說有關朋友說 我們節目可以用台語進行 那也有人反對 就是說 偶爾我會講台語 有人就反對說 你做YouTube 你為什麼不都用這個北京話來講 你為什麼偶爾要講台語呢 其實這就是我使用的語言 所以有時候我會講一兩句英文 我會講一兩句台語 可是大部分的時間我會用 大部分的人可以溝通的 現在被認定是國家的官方語言的 我們就用這個語言來講 那可是我被提醒就是說 其實我曾經跟一位教授談過這個問題 他說為什麼我們在文字語言上面 像中國人比較能說善道 我說不是 因為它本來不是我們的語言 語言必須要落實到這個生命 那不是我們的語言 所以我們只是能夠拿那個語言來溝通而已 所以它要變成我們的生命 我們要產生更多的語言 在這上面有很多的變化 這個是不太容易 要說什麼段子 甚至要說相聲順口溜 這不容易 可是我們自己在台語的這一塊的發展 台灣的語言的發展 或是西阿牙語的發展 西阿牙語已經被聯合國交科文組織 認定為它是一個死掉的語言 是死語 那台語呢 它把它認定為 它是一個即將滅亡的語言 它會滅亡的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講台語 可是已經被認定為它即將會滅亡 這是一個趨勢 從趨勢可以來論斷 我們還能講 可是我的同學 已經很多人沒有辦法講台語了 那更不要說 再下一代的小孩 大部分人沒有辦法使用台語 好那所以它 如果它會走向死亡 那我們的文化的斷層就會更多 再來 其實我們現在用一個我們不是很鹹熟的語言 其實 其實 我們只是勉強可以彼此溝通而已 所以有很多的笑話 這笑話怎麼來的 這個笑話就是 你不理解台語 或是人家不理解國語 所以它會產生一些誤解 譬如說 以前我的這個補習班的老師 數學的補習班的老師 他講過 我記得那老師名字叫王啟明 他說他自己大學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考上第一次院 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從小他是講台語長大的 結果大學的 他記得很清楚 大學當時的國文考試的這個 作文的題目 作文的題目是讀書甘苦談 讀書甘苦談 讀書甘苦談 讀書甘苦談在中文的這個意思 這有甘有苦 可是你把這個題目用台語來講講看 讀書甘苦 所以他只有寫讀書很痛苦 那當然他做人的成績就很爛 所以他那一年他就沒有考上第一次院 不過他數學非常的好 後來變成補教界的名師 就是用台語去理解中文的時候會有落差 反過來用中文來理解台語 當然也會有很多很好笑的落差 對不對 我們聽過很多台語 我講台語的時候 那不懂台語的人誤解他的意思的笑話 所以當我們還只能用語言在勉強彼此溝通的時候 你說不會產生誤解嗎 不會產生族群的衝突嗎 不會產生互相不能信賴嗎 其實這個分分鐘一直發生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裡 那我們只能說以一個最大的公約數 我們用現在大家流通的這樣的一個語言 來做節目來溝通 只是盡量 不過 我們即使是這樣子來溝通 回頭還是要看看 我們在認同的問題上面 我們當然希望一個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安居樂業嘛 不然國家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你說國家的存在是因為我們要統一 我們要戰爭 那你打下來會讓你的國民更幸福嗎 會讓台灣人更幸福嗎 那你不是說為台灣人好嗎 你打台灣並不會讓台灣更幸福啊 你也不會讓中國人更幸福啊 那請問為什麼要打這場仗 我們要不斷的問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當然都是可以問的 然後美國當時從二戰結束之後 他留下一個偉大不掉的問題 就是日本只有拋棄台澎金馬的主權 可是在合約裡面 在公約裡面沒有交代收到給誰 所以台灣的主權未定論 事實上是有國際法的依據的 那台灣在還沒有建國之前 你如何加入國際組織 這當然有困難嘛 那要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困難 你要努力啊 台灣不是不可以獨立 但是你需要有人擔任外交官 你要去折衷尊主 你要去跟美國去說明 然後步驟要怎麼執行 你要去跟日本說明 希望周邊的這些國家可以支持 那為什麼這麼做 理由是什麼 這是有方法有進程的 可是有沒有人在做沒有 永遠就是選舉的時候拿出來吵一吵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美國他非常清楚的 調整了他一中原則的立場 從過去就是說他支持一中 表態的支持一中 到現在他說我沒有這麼講 這是什麼時候呢 這是在這個月初 在5月6號的時候 美國駐華領事館 他是用中文來在推特 來發了這個推文 這個推文是這麼寫的 這麼寫的 他這麼寫說 五角大樓五角大廈新聞秘書 在2022年4月20日 這樣子表示 他說 美國國防部長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防部長通過電話 在通話之後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發佈的會後匯報 錯誤的宣稱 The United States Adheres to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也就是說 美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然後美國國防部長沒有這麼說 我們講三次 美國國防部長沒有這麼說 美國國防部長沒有這麼說 為什麼美國駐華使館 要用中文來發佈這個推文 就是其實美國跟中國在各種會議之後呢 中國經常片面發佈 不是美國的意思的一個新聞發佈 這個新聞發佈呢 其實對於中國來說 他就是個大內宣 對內宣揚而已 可是美國每一次都要盯緊 他之後的這個新聞發佈 然後去反駁他 他講的是不對的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要反駁 就是因為美國已經調整了 一中原則的立場 他已經不再支持一中原則了 他現在站在一個什麼樣的立場呢 從中共所主張的 就是完全的一中原則 到現在美國調整到這個鐘擺呢 就是我沒有這麼講 那你講了什麼 我沒有這麼講 你講了什麼 沒講啊 也就是他不表態了 我什麼都沒講 不表態了 也就是他已經不支持一中原則了 不是嗎 那從到支持的這樣一個極端的光譜 其實他已經往支持的角度來邁進了 既然美國是這個立場 而且其實這幾年來 我們對於美國的 不管是哪一任總統在位的時候 我們接觸美國的官員或是議員 其實我們都知道 因為台灣的地位非常重要 這個越來越明顯 所以美國呢 本來不關心台灣 這是遠在太平洋上面的一個島 現在在亞太戰略印太戰略 發現台灣的地位 這個攸關於美國未來的 在整個國際的這個地位跟利益 所以他們改變這個策略 因此這個是台灣要努力 我們要在國際上面擁有一個國格尊嚴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沒有國格尊嚴的一群人 如何跟其他的世界公民在世界上平起平坐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講一個笑話 下一段進來我們講一個笑話 這是一個老笑話 也許有人聽過 就是上帝要毀滅世界 我們還很愚蠢要打仗 那上帝要毀滅世界 這個訊息要怎麼傳達呢 我們下一段進來 他都會 completely mound 在歇 저 언니 和他說願保護 什麼人呢 他就流動 炭修鑨 照片 吃到身 頂 冰冷别烦恼 暖胃暖宫护腰 行动电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可拆开使用 爱用者推荐 健康首选 喝纯净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tw 喝好咖啡 好 我们讲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很多年了 所以当时 笑话里面的主角的人物 其实可以替代 可以转换成这个 现在的不同的人物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更新 成现在的各个不同的人物好了 就是有一天上帝觉得这个人类啊 倒行逆施 做了很多这个毁坏纲计 沦藏 然后违背这个上帝的这个教化 所以呢 他要结束地球要重新来过 打掉重链 那结果呢 他这件事情要做之前 要先通知大家 所以他把美国总统 然后呢 中国的总书记 然后台湾的总统 通通都叫去了 宣布这件事情 就是某年某月某一天 就在一年以内 某年某月某一天 我要结束这个地球 然后打掉重链 全部重来 然后 这几个总统呢 就灰头土脸的 就回去了 然后就把内阁找来 就要宣布这个消息嘛 那美国总统就对他的内阁讲 我要宣布 两个消息 一个是好消息 一个是坏消息 那你们要先听哪一个 那那个人 表决之后就说 那我们先听好消息好了 那说好消息是 上帝真的存在 这个 in God we trust 我们印在这个钞票上面 这一块钱钞票上面 说in God we trust 我们建国的基本的精神 以什么来立国呢 我们相信上帝 我们信仰上帝 这是我们立国的精神 in God we trust 和这么多年来 我们建国这么多人来 没有人看过上帝啊 我看到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 上帝真的存在 那么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 我们做了太多错误的事情了 所以上帝要毁灭这个地球 在某年某月某一天 要毁灭地球 然后呢 中国的总书记啊 一样把这个消息带回去 给他的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 把他们叫来 然后他就说了 我有两个坏消息要宣布 你们要先听哪一个 既然都是坏消息 有差吗 对不对 随便你吧 看你要先讲哪一个 都是坏消息嘛 什么坏消息 第一个 上帝真的存在 然后讲了一句中国的国骂 他差的 就是说上帝真的存在 我们是无神论者啊 我们的信仰是无神啊 真的是 这个F开头 怎么 上帝真的存在 而且这老小子呢 决定在一年以内的 某年某月某一天 要毁灭地球 我们共产 国际要统一 世界这样的一个愿望啊 被这老小子毁了 两个坏消息 好 那台湾的总统 回来之后也召集了 他的内阁 非常的高兴 高兴什么呢 他召集那个来了之后 他就说 对着这个五院院长 以及行政院的下面的各部会啊 这些内阁的阁员啊 叫来之后 他说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公布 什么好消息呢 第一个 上帝真的存在 这个世界是有神的 我们的这个愿望 我们的祈祷 我们的祈愿 终于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上帝了 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我们终于参加了国际会议了 好 这个是台湾人的自卑 所以最重要是最后 最后那一项 上帝有没有摧毁地球不重要 是台湾有没有参加国际会议比较重要 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 某方面显现 展现了台湾的问题 上帝要不要毁灭地球 地球是不是会毁灭 我们在这个岛上我们好像 可以说关我屁事 反正毁灭的时候那一天 那毁灭的这个浪潮一来之后 大家一瞬间就结束了 也没什么可怕的 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 没有尊严 我们不能参加国际会议 我们不被国际所承认 这件事情是不公不义的 如果全世界都行不公义 那这些国家应该都会被惩罚 如果有上帝的话 如果这个世界有公义的话 这些人都会被惩罚 这些国家都会被惩罚 都要因为他们的不公义 付出代价 我觉得在因果论上面 这是必然的 因为你不公义 你没有照着道德来行事 最后 你会因为跟这一些 极权 的国家来往 互动 然后 制食恶国 我们今天看欧盟 我们今天看美国 长期以来 背弃台湾 跟中国建立 深刻的经贸关系 现在知道苦头了 现在知道说 最大的危机来自于中国 不是来自于俄国 所以如果上帝要结束地球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那 见仁见智 对于台湾来说 这是两个好消息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要改变这个国家 时间已经到了 台湾要重新开国 时间已经到了 我相信这绝对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要得到美国的支持 我们必须要派出 真的合格的 具有国际观的大使 去跟美国的当局 折冲尊主 这个 目标可不可以达成 这个比当时 两讲 风雨飘摇在台湾 要安身立命 然后退出联合国 美国断交日本断交 一路以来断交到今天 民党政府已经变成断交 蔡政权 蔡政权了 对不对 已经没有上下几个国家了 他们根本也无能为力 可是现在很清楚了 以美国为首 要用宗教自由 要用信仰自由 在重建 整个地球的这个伦理 地球的秩序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契机 没有 在疫情之前 两次的世界宗教自由会议 吴钞燮不敢去参加 所以不要忌期待于现在的政权 你不能忌期待于国民党 你也不能忌期待于民进党 所以必须要我们自己卷起袖子来 完成这件事情 这是有步骤的 台湾有没有人才 有我们不管是在商界还是在 这个 过去已经退下来的这些公务人员 有很多人其实有很好的能力 有很正确的 这个使命 有很正确的国际观 这些人才只要把他们摆在对的正确的位置 不要去用那些奴才 不要 要进行这种NB式的 然后他们到最后会怎么样 像口译课 对不对 他们到最后当然是 拥护党中央 保护这个 这个 集体领导的这个 这个 领导中心 那怎么会有 正义呢 这个社会不会有正义 这个国家不会有正义 没有正义的国家不会有未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必须要有法治观念 不能违法 所以明天我们会继续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选举的这个问题 重新开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选举这件事情 你当然要有法治精神 那所有人必须要在 选举这件事情 自己要 投票 要抱着神圣的精神 去投票 之外 验票开票 是当然 不可以出问题 所以其实美国的历史上面 曾经出现一个 靠作弊而上位的总统 那这个总统 我今天讲的不是拜登 是曾经有一个总统 是靠作弊而上位的 我们把这个故事应该要把他 讲一遍 那么就可以知道 其实 即使是美国 他也走过这样的一个作弊 上位的一个过程 那这种作弊不只是说我们在票上面作弊 你在选举的 奥布的这个过程也是一种作弊 我们是不是可以破除这样的一个作弊 真正让选举可以选嫌语呢 有没有可能做到 这个就是我们重新开国的其中一个议题 我们下一集见 监制太阶 conversation 1.0.0 5.0.0 词1.0 15.0 播放 惠autre 天空偶尔飘着 轻轻的风 无声绽放的玫瑰 日夜穿过门风凋零无眸 不认识过去 对未来不懂 身在困曲 该挣扎还是顺从 干涩的夜很久没有泪水包容 老箱子里的书信 也早已成风 词 也早已成风 呼唤的传说 千年后依然在心中 失去野心的力量 身影在风中空洞 悲伤与共 不再幽默 我们犯的所都相同 苍白面容梦想一空 重生与希望就要挣脱老梦 全力去寻找爱和人同 Zither Harp 雨子又重逢 大海和天空 人傲向世界大头 迷雾透出阳光 青鸟正在鼓唤赴我美梦 听得辽阔 敲动停迈的钟 快乐不该是挣扎或是顺从 期待那天与你自由重逢 老乡自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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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新的我 同温层突破 同温层 我是同温薰 老乡自装的勇气 老乡自装的勇气 手脚冰冷 别烦恼 暖胃暖宫护腰 行动电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 可拆开使用 爱用者推荐 健康首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